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哈喽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们到达奥兰多啦 去酒店把行李放下后 我们就直奔Disney Springs 想在这边吃一个午饭 然后到处逛逛看看 迪士尼的周边我最喜欢的是 他们每一年 一年四季都有的圣诞系列 好喜欢他们的家居用品哦 有小伙伴跟我一样也是格子控吗 逛迪士尼商店不但能看到很多好看的周边 最主要是整个店铺里面的氛围和装饰实在是太好看了 最近因为是三八妇女节 所以说他这里有很多装饰是有关于女性力量的 我觉得超级棒 抬头仔细看才能看到 上面吊着的小三眼仔在动哦 他们随着轨道在动哦 这个带系的眼睛有点歪呢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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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次就要看小黄叔 出到了这家墨西哥菜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又来吃一次啦 但是唯一的败笔就是菜单有点难懂 我直接放弃了 这家店的氛围和装饰都蛮有特色的 最主要是中午没有很多人 超级推荐大家点这两样一定要点哦 其他的也很好吃 但是也就中规中矩 点了两个套餐 外加上一个海鲜饭 真的是把我们吃的撑的不要不要 还要打包回酒店 每次来Disney Spring一定要逛的 就是可口可乐的专卖商店啦 里面有很多可口可乐有关的周边 偶然在一家店里看到我最喜欢的Jelly Cats 但是他们有的动物都太普通了 所以说这一次就没有下手买它 超级喜欢这一个扑扑 但是它有点重 所以说就没有把它带回家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支视频 带大家看了一圈Disney Spring 期待我们明天的视频吧 拜拜